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高焕堂高老师 那么感谢各位 再度来到我的课堂上 我们还是继续的来讲解 帮你复习这个Process跟IPC的这个架构 那这个小单元 我要把重点放在 这个AndroidManifact.xml这个文档 到底这个文档写些什么 那么透过这个文档来设定这个IPC的这一个通信 那什么叫做设定呢 就是我们一个APK 就是一只AP 那假设里头有两个class 一个叫做Activity 一个是Service 一个Service 那么同一个APK 那么有两个class 那到底这两个class 是分散在两个Process 例如呢 我们有两个Process 那么这一个放进来这里 那另外一个Process呢 把这个东西放进来这里 那么还是另一种情况 在一个进程里头 它两个都放在同一个进程里 那么这个在把APK载入的时候 那么我们总是要写一点配置 这叫配置的信息 那写在配置文档 那这个配置文档就是这个 这一般称为叫Config档 Config的这个File 叫做配置文档 就是对于这个Activity跟Service 在进程里到底怎么摆 就叫做配置 怎么摆设 那这个会 我们会透过这个文件 这个配置文档 来做一个表述 那么在这个电脑的 Loader 就是Loader这个AP 进到内存的时候 它会来参考这个文档 而来决定 要怎么样子的摆设 OK 所以在Android的框架里头 一个AP 就是APK 叫Application Package 这APK是这个字的意思 叫做Application Package 叫APK 应该是A 应该是A 叫Application 这个Package 那通常会含有好几个加化类 也可能含有C++的类 或者是C的这个函数 或者档案 那我们现在先针对加化类来看 那所以说APK常常含有很多Java类 譬如说刚刚所看到的这个MyActivity之类 也是Java MyService也是Java 所以这个两个Java类 那么到底它是在同一个进程 还是要摆设在不同进程呢 那这个是由这个开发者来做决定 他可以做个指定 所以一般保持一个规则 一个进程只能换一支APK 这是一个家庭 一个房间只能住一个家庭 一个房间不能住两个家庭 但是一个家庭可以占好几个房间 这是房间 这是家庭 有没有 所以一个家庭 一般 这个一个房间只能住一个家庭 一个房间一般不能住两个家庭 那一个家庭可以占好几个房间 OK 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一个配置文档 到底怎么做的 配置文档的内容是怎么写的 OK 所以我们之前有谈过配置文档 就是要把这一个子类的名字都要写进去 有没有 这个我们有三个类 从这个配置文档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有三个T 这是子类 那Activity是1嘛 这是负类 这是G类 这是T嘛 这是子类 这也是1 所以这里是T 所以有三个T 三个子类 这个也是1 这里是T 三个子类 表示我们有三个Java Class 要Load到内存去执行 那这里头特别说明的是这个 这一段 这一段说明呢 这一个Load Service比较特别 它要独立一个进程 这个进程的名称 取名 这是进程的名字 你这个名字可以由你自己来做选择 你可以写Dog 你可以写成Cate 等等的 所以你可以为它取名字 为它取名字 OK 那这个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三个 这一个类 显然是 这两个是在 这两个在同一个进程 在这个默认的进程 就是一个AP 一开始进启动的时候 就是给你一个Default的这个进程 Default 叫默认的进程 那这个是在一个额外的进程 名字叫做Remote 名字叫Remote OK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啦 只有两个进程咯 一个叫One 一个叫做Two 这应该是Two OK 一个Two 然后这个One呢 叫做默认的进程 就是说 一个AP没有特别说明 它就会给你一个进程 那所以这个First跟Rod的Activity 就住在同一个房间咯 那这个Rod的Service呢 因为有特别的说明 在这里 因为Rod的Service有特别的说明 所以它就独立住在一个房间里头咯 OK 所以这里就用文字再给你做个说明 这个First的Activity 跟Rod的Activity呢 它是放在这个预设的叫Default 刚刚写的这个 Default 预设的进程 那Rod的Service有特别名 特别指名 所以它就独立在一个名字 叫做Remote的独立的进程 那由进程1的主线程来执行 这个FirstActivity跟Rod的Activity 在这里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主线程在这里 那由这个主线程进来执行 FirstActivity 那执行的过程当中 还会来执行这个Rod的Activity 那至于Rod的Service是这个 这个线程来执行的 所以这个两个是不一样的线程来执行的 这要了解一下 所以在进程2的主线程去执行Rod的Service OK 因此呢 我们就一般而言 这样画图比较简单 刚刚这样的话图呢 是比较清楚 是比较清楚 但是画起来比较累一点 OK 所以我们一般会只画成这个样子 画一条垂直线 表示这是跨进程 对不对 这是进程No.1 这是进程No.2 那么这边就是跨进程的通信 跨进程的通信 那这边是属于短程的内部的通信 然后画一条水平线 这就是JNI 上面就是Jawa 底下就是C++了 上面就是由VM来执行 底下的C跟C++是由CPU来执行 OK 那这就是我们把它画出来 那这样大家就比较清楚了 OK 那这里再用一个文字来做个说明 Android的各个进程都有一个VM的对象 所以你看这边有一个VM的对象 来执行NodeService 这边也有一个VM的对象 这是VM的对象 来执行这边的Java的类 因为这都是Java的 这都是Java的 那么CPU呢 就会来执行这个C++的代码 C++的代码 OK 那至于为什么 这个VM要有两个对象呢 这个我们之后 在讲这个ZNI的时候 我会很仔细的告诉你 为什么Android 它会选择这样的设计 就是 每个进程 它各有一个VM的对象 那是其中的主要的原因 先透露一下 就是 因为每个VM 每个进程 它有它的私有的数据 这私有的数据呢 会存在这个VM的相关的 这个数据结构里头 那为了避免这个两边互相的 这个被黑客拿来使用 所以它就两边各自有个VM 各自有保留它自己的私有的数据 那这样子就不会被对方的 这个黑客的软件 把这个VM里头的数据拿走了 我的意思说 如果不同进程 大家就两个不同的进程 大家共用VM 那这个数据共享 因此很容易 被这个黑客拿走 所以它采取的是 不同的进程 那么各自有各自的一个对象 来记载 这一个进程 相关的私有的这个数据 这是在进程里头呢 都各有一个VM的对象 我是来说明 这一个 现在只是用文字 让你再了解 然后这个VM的目的 是要执行这个代码 执行这个代码 那执行的代码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需要 透过ZMI来调用 这一个 C++的函数 那么在执行C++的程序的过程当中 也可能再回调 不是可能 常常回调Jawa的代码 所以VM在执行Jawa的代码 那么也可以透过ZMI 来这个触发CPU 去执行C++的进程序 C++的代码 在执行过程当中 也可能再请VM 回来执行Jawa的代码 也就是CPU 跟VM 两个执行的主体 它会不断的互相沟通 不断的互相协助 因此就让Jawa的代码 跟C++的代码 可以 汇合起来 在同一个Android的AP里执行 好了 这一个部分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休息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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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